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协会开会成立于1982年 有人说保守党的华人支持者阵营出现了分裂 我们来看记者王翔的报道 蔡春智去年作为释迦堡埃及格选区保守党候选人 虽然最终落败但是得到了难得的经验 她说这次是得到了保守党高层的支持 全部华人保守党联合总会因命而生 她说辛劳两个机构各有侧重 差异部分就是在于呢 我们最主要希望能够服务到的人 是非保守党党员 希望借助你们的活动 借助他们参与的过程之中呢 去了解保守党的价值 那在CCCA的部分呢 他们就是比较专注在 已经是保守党党员的部分 所以双方面其实来说的话 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一个机构 也有30年历史的加拿大华人保守党协会表示 在华社出现这样的类似机构 的确容易让民众混淆 但是从宣导保守党理念的角度出发 多一些声音也是好事情 我们的运作呢 一定是要联邦议员 联邦的members 才可以参加我们的CCCA的会议的 另外一个会议呢 就是我们不需要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很大的分别 当然啦 另外一个会议呢 就刚刚成了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 帮我们做得更好 保守党支持者胡子修 在电话下方中表示 新的机构 年轻人居多 有新的想法 有冲进 从大局上看 多一个保守党和华社的桥梁 没什么不好 好明天news记者 方向报道